新年快樂 恭喜發財 萬事如意 新春吉祥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開始 喂 我聽不見 我OK我現在能聽見你了 文盟你好 文盟你好 安安幾歲哪裡人 我是三十出頭 然後我從中國北方來的 然後我是完全在國外長大的 我覺得我跟你們 大部分來靠你的人不太一樣 我是完全在西方長大的 所以你是加拿大華人 是吧 對 但是我對中國繼續是很了解 然後我是來給你 靠令是想怎麼說 是想給你解釋 給你們在外國生活的 這些華人告訴你們 真正的民主是真正是什麼樣子的 並不是想你們想像的 而第二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想加一個 是上次你跟那個人就說 就先打主人給狗看的那個事情 然後呢我告訴你一下 我寫成窺北課文盲 當時因為我就是小學沒上完就出國 所以認的字非常差 所以我就加這名字 你小學沒上完你就出國 所以你真是文盲啊 我我真是文盲 大概比如說你那個YouTube上 你的那個title 我只大概能認60%的字 像中華民國什麼什麼在 是什麼什麼民主 OK OK好 OK 你要講什麼 第一個事是跟西方的社會 剛才那個台灣人他說 他說那個民主是 民主是保護人的自由 保護什麼什麼樣子 其實真正的西方這種就是議會的民主 它不是保護你什麼自由 它只是給老百姓一個錯覺 給你一個就是Illusion 一個假的你能夠有權利的一個 就是一個Illusion 一個錯覺 一個幻影 然後呢 可以可以知道同一個字 它只是給不同的就是社會的視力一個平台 嗯 比如說給你一個比較近的例子 比如說你知道在疫情的時候 在魁北克我們有很多人 我們是得必須得打那個疫苗的 而且你疫苗是那個是實驗室 MRA就是沒有就是沒有被就是實驗過的疫苗 嗯 我們是必須我們如果不買的疫苗 我們不能去去那個就是去飯館 我們不能去看電影 我們不能去工作 然後呢 很多人反對這個 然後說反對人的這個 他們要不被那個就是要不被那個就是 就是他們就是要網上播那個 他們的那個channel會被那個就是不能賺錢了 然後那個如果他們我們還有一個 這時間就很多的那些司機 他們不是反對這個嗎 他們去政府去那個就是去遊行 就是遊行 然後呢 政府就送著那個 你知道就遊行他們這些人 呃 有人給他們捐錢 嗯 然後呢 他們的錢 他們捐的錢 政府就把他們捐的錢 就別人給他們 迫迫他們捐的錢給掐住了 然後把他們銀行也可以 好像有些銀行的他們賬戶也被掐了 然後呢 那堆人在遊行 然後那個就 然後那個推斗就送著 有人騎著馬 就去那個腳踏那個就是 就是老百姓 你覺得這個跟共產黨在那個 幹的事兒 有什麼差別 嗯 所以我覺得你們那些台灣人 他們看這句 呃 這堆民主以為西方的自由民主 完全是非常天真 就是很多的 這個 不光是台灣民主 我覺得大陸人他們說 人民主義很天真 他們很多的這些大陸人 因為他們是不是在西方長大的 也不是跟老外一天到晚接觸 嗯 長大的 他們就不完全懂老外 而且呢 那個那個陶娃什麼什麼工作者 他說那個就是台灣給那個看了中國的那個 中國的呃呃 華人治理下限 其實我覺得不是中國下限 我覺得民主就是愚民政策 嗯 呃民主 這普通的在西方的普通人 其實說好聽了他們臣服 不難聽了 其實普通的老普通的西方老百姓都是一大群傻貌 嗯 完全就是讓那個就是 政府說什麼東西 然後呢 過一段時間就變成另外 就可以說另外一種東西 比如說疫情剛出來的時候 他們說啊不能這是疫苗是不可能存在的 嗯 因為疫苗需要好幾年 嗯 然後呢過了幾個月 他們在那個媒體再一改變 又說啊我們必須得多打疫苗 嗯 這你要看這種行為 嗯 你覺得它還是人的行為嗎 還是一個被那個program的 這個就是民主的真正的 嗯 的那個面貌 把人都變得不是人了 嗯 給你一個假的那個 假的讓你讓你覺得能投票 但真正是把你所有的人都是 漁民政的把你都變得是一個 又無知又愚蠢 沒法思考的傻貌 是 這個是我在西方生活了20年 從中學大學 而且我不是在一堆中國人生活的 我的大部分朋友都是老外 嗯 我是跟他們一塊生活 所以我是要了解這兒的本地人的 嗯 所以所以你 所以其實我是很其實很反反對 那西方這種民主的 我覺得是 是是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假的時候我覺得你們那些台灣人 就是尤其是 呃這個有點難聽了 就是其實在在在外面的華人中 其實台灣人和香港人是地位最低的 嗯 怎麼說 因為這你們這兩種這兩個組華人 他們非常舔 西方 嗯 但是老外是不會尊重這樣的人的 嗯 呃 他們 然後呢 你說對誰的地位 在華人心中的地位 在華人心中的地位 而且在老外心中的地位 OK 我是大陸來的 所以我不怕說中國好 我可以說中國壞的 所以老外更尊重我們這樣的華人 嗯 而不尊重香港人和那個和那個和台灣人 因為你越甜越甜老外 老外越不尊重 他們越不尊重你 而且我給你說一個就是一個非常 一個比較就是一個比較 脫 比較髒的一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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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例子 嗯 呃在中國人的嘴巴中 你如果看就是 在在很多就是大陸人想長大的 就是這種這種中國人中 是 就是大陸男孩跟外國女孩的 出的那個的關係 比那個女孩找外國男的多了 但是 在那堆在台灣和香港中是相反 是很多 那堆女孩找外國的男孩 對對對 對 所以這個雖然是不是一個 比較非常好聽的例子 但是 你也能看出來 所以這些台灣人 他們 他們其實是 七方而首 很多老外說台灣女生很easy啊 就這樣 我知道 對呀 對 嗯 而且 而且你若才而難說 你這個淺的 你若想要找個 不是不是華人的你 老外是不尊重你的 所以這個其實不是一個非常好聽的example 但是也得 也得說 嗯 然後呢 是這個 然後第三個例子就是 像 像那個就是 呃前一段 就是 前幾集那個說 打主人給狗看 嗯 嗯 剛才的那個commodel 他是說的是對的 就是他 如果直接打台灣 我覺得 台灣 你打完台灣 贏得的 跟你得到的那些 贏得的東西 跟你挨的那些 sanction 那些制裁 是不值得的 嗯 而且美國完全可以 就是你打完台灣了 哦 他在日本呢 跟你做一個矛盾 哦 又在那個 又在那個 就是 又在那個 中南亞 做一個矛盾 但是 你如果把美國一下打跑了 亞洲所有的矛盾 都一下子解決了 嗯 但是我想加一個 試的是 是說 就是很多的 不光是台灣人 或者大陸人 就是不 不太理解 就是 中美的 的實力 的差別 呃 你可能就是以前 那個 那些 那些軍事 說是軍事 是說 可以說一些軍事差別 但是 我是更像工業方面 嗯 給你講一下 嗯 因為現在中國和美國的 的軍事的那個 軍事的 呃武器的 技術level 嗯 是沒有代差的 嗯 沒有代差的時候 打仗要打起來的 是比軍事 是比工業能力 嗯 你 agree 對不對 對對對 嗯 中國的 工業能力 因為你不能算GDP GDP很多的都是 都是跟工業沒關 你如果算純的工業能力 中國已經 超過了整個北約 是 如果 如果沒有核彈的話 打世界大戰 中國能夠單個 把整個 美國西方能打在全世界 嗯 唯一保護西方的 是核彈 因為以前是那個 就是 因為我們如果真打核戰 誰不贏 但是 如果在東南 如果是在那個 就是 太平洋打 美國是沒有送算的 所以如果是 所以如果 我覺得如果是真正 如果是我 我 武統的 情況來的時候 就是 就是把美國 那個 grab 把他 弄 把美國那個 弄起來 然後把美國打跑 然後所有亞洲的 矛盾 就都 都結束了 嗯 這個是我想說的這幾個 因為我看不太懂 那個就是 我不知道 你的那些group 有沒有一些人 他想 他想 你想讓我說一些 西方的 什麼事情 哦 沒事沒事 就是 你反正 你 你第一次上麥嘛 你以後再慢慢上 因為 大家看了影片 可能會有一些 再有一些反響 反正你之後 可以再回應 哦 OK 我明白 歡迎以後再多來上 好不好 所以你是 等於小學 還沒念完 就去 加拿大 然後就等於在那邊 我去吃北課 我說法語是比英語好 對對對 就在那邊念書了嘛 然後就在那裡讀嘛 OK OK 好好 對 而且就是說的 我是跟不一樣 是我的中學 呃 還有那個CGEP 都是沒有中國人 所以我是完全 完全在西方 西化的 嗯 呃 我不應該說西化 我一直都 西式教育啦 啊 西式教育 但是我 我覺得 呃怎麼說 我覺得我知道中國的事 是很重要的 而且我 我也我家長一直跟我說 你中國人的地位 嗯 永遠在外國地位 永遠是你祖國的地位 才是給你占了 只能說中國差 我的在在國外的 嗯 在國外的那個地位 也會下降 所以對我來說 我的in my interest 讓中國的地位更高 我中國地位越高 我在西方的生活 就越好 是 所以雖然我是加拿大公民 但是我也是支持 中國的 嗯 是完全是一個自私的方法 嗯 就是說的意思 好 好 OK 而且我最後下一句吧 嗯 好 還有西方 再說一個西方的教育 嗯 非常差 嗯 教育 你中小學 我小學 我覺得我大概是 我大概 我小學學了 就中國小學就是四五年級 已經超過了西方的中學的二三年級的 嗯 所以我說民主是那育民政策 你在這學校你什麼都 都基本上學不上 完全就是那個 學校就像一個托兒所似的 嗯 所以不要把民主想的這麼好 中國以後富有了以後 就是那些很多社會毛病都會 都會解決的 其實很多都是我覺得就是 國家當時窮嘛 好 其實你民主 以為民主是會有一個solution 我覺得是非常天真的 的看法 好 OK 好 好 非常謝謝你啊 這位這個魁北克的這個 網友 謝謝你的勾引 請問你是念什麼專業的 呃 我是讀工程的 但是西方工程你是掙不了 這麼就是 對我是讀工程的 後來我是因為原好嘛 所以工 但你賺的錢比較多了 哦 好了 那不小心說出來 哦 哦 哈哈 對對對 好 OK 好謝謝 謝謝你的分享哦 哦 好謝謝謝謝 OK 拜拜 OK 謝謝 好來下一位 拜拜 拜拜 影片結束了 但是新的一年才要開始 謝謝大家對我的頻道一致以來的支持 我的頻道呢 現在開了新的會員等級 白金會員 加入我的白金會員呢 可以看到白金會員專屬的影片 還有白金會員專屬的直播 那至於專屬的影片是什麼 還有專屬直播 我都在講什麼東西呢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派经会员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春吉祥万事如意 最重要的是 恭喜发财 拜拜